我的丈夫常常脾气暴躁 就会甩东西 我们经常会吵架都是因为金钱 然后孩子 他们在家里可能会受到大耳窝的骚扰 其实在这十多年的福气 我都有想过要离婚 因为我的丈夫没有扮演着一个好丈夫的角色 还有好父亲的角色 长期不在新加坡 每天夫妻继续的吵架 孩子们也不会幸福 我的丈夫就是不负责任 她也不会照顾孩子 所以我就决定要离开她 我们离家出走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房间 我们睡在Covran的楼梯口 我们也到过Lavander Street的Mortel 我刚开始要离婚的时候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经济 从视频当中 有一个律师 他告诉我离婚的费用大概是三到五千左右 那我很担忧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不能到外面去打工了 第二点就是我是家属准证 Long Term Visit Pass 所以我就不能够和我的小孩子在一起 心里更加的挣扎 通过Family Service Center的帮助下 我见到了FJSS的律师 FJSS的律师给我的印象是很温和 然后他也很直率 他并没有拒绝我 因为他们必须要考量考察 调查我的收入 他们也很积极地帮助我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是一步一步地接近离婚的那个日子 离婚的手续过后 我就大哭了一场 因为是一种心灵上多年以来得到的释放 也是那种所有的焦虑 所有的痛苦 彷徨都已经消除了 这笔所省下的金钱 就是用在我孩子的身上 在新加坡 受到丈夫殴打、施压 却不敢出声 在金钱上的压力 然后通过这个计划 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好的帮助 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好的帮助 我看到希望 看到阳光 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